最近看到一些朋友的讨论都是关于这个中国即将面临的问题 原先大家讨论过的这个最坏的处境 有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因为现在所有的迹象都能表明 大家一直认为非常艰难的岁月即将到来 那是什么呢 是吧中央威权的丧失 在中国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宣传 事实上人们经历过那种国家资本主义 说到底一句话 它是一种极权 也灭人性 让你放弃个性 服从集体利益 听起来好像很玄是吧 但其实呢 有一个所谓的油轨电车难题 从这个话题一出现 人们就经常为此而讨论 事实上 题目很简单 有一辆列车即将驶过 你站在一个半岛站上 如果你什么也不做 列车 向前方驶去 轨道上绑着五个人 如果你要想让他变轨 变在另外一股道上 另外一股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我们经常说你做还是不做 这好像是一个道的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好像不是 好像一直有答案 他其实可能也不仅仅是中国人 东亚文化中都有这个因素 或者叫中华圈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什么 牺牲小我 然后 牺牲自己来 换取更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可能是国家的 也可能是民主的 但绝对不是你自己的 人们已经习惯在这种思维中 中国人不是没有发出过抗争 两千八百年前 中国历史上就有记载 叫周遭共和 然后两千六百年前 中国也有一段历史 叫阳朱贵迹 可以说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中有记载以来的 第一份人权宣言 但是大家好像都忘了 在中国出现过的东西 很少有人去关注它 总觉得是糟粕 那么这种糟粕到今天 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你不断地看到有发大水的 然后淹死人了 一条隧道很快被水灌满 拖出来的车上千辆 据说没死几个人 然后你能看到视频 视频中 一个街道 从它水没过脚脖子 到能够淹掉 路牌 水深 高达五六米 好像也就那么半个小时的事 你告诉我 哪里的雨能下成这样 更别说 在睡梦中 堤坝垮了 垮掉的堤坝 有没有呢 是吧 这个问题我在老挝的时候就谈过 因为在老挝有一个县城的例子 我离开老挝的那个时候 是2018年 有一个水坝 溅到一半 垮了 韩国人溅 这层飞机救走了 三十多个韩国管理人员 下游至少有六个村子 被淹没了 但是人家的公关做得很好 善后做得也不错 所以这件事 很快就被大家淡忘了 那是真的 在建水坝的过程中 施工问题没解决好 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是这样吗 夜里你睡着觉 根本上游不打招呼 就开炸放水 或者直接用爆破的方式 毁掉一些堤坝 在中国这样的事 每一年都在发生 人们好像说 不仅仅是在中国 是吧 我们看到了有记载的 在美国也出现过类似的事 当一辆列车 即将脱轨的时候 人们选择 让他冲进了一个低收入的居民区 幸好没有死人 因为另外一个选择 极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些事都在告诉我们 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选择 而对他们而言 即便痛苦 可能也面临不了多少次 十年一遇 而中国呢 一年遇好几回 这还是在 中央威权保留的状态下 如果中央威权失去了以后 会怎么样 我前两天在讨论中 看到朋友们提出来 七八十年代 在中国中央政府 稍微 管理这个 比较虚弱的一个时刻 那个时刻 最著名的叫什么 叫 知识青年 反尘 当年中国既反苏又反美 失去了两边的市场 没有办法解决这些 失业的青年 典型的毕业级失业 是吧 大学也关闭了 怎么办呢 把他们放到农村 据说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这个政策执行了十几年以后 发现 不太好办 是吧 至少有一千多万人 被放到农村 那么这些人 应该来说 不太适应 他们从来没想过 从城市 把他们流放到乡村 尤其是这些知识青年 他们满怀的理想 最后搞得遍体鳞伤 所以呢 政府开始开放这些政策 允许他们回城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悲剧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因为那个年代 很多人 书还没读完就下去了 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是 上吊 上下的上 吊令的吊 吊离的吊 那么 写会家的这个 信里面 往往写成了这个 上吊 就是把脖子挂在绳子上 所以看到这个 家信的时候 收到信的人 有的真选择了上吊 那么 这一类的悲剧呢 在所有的城市中 其实都听说过 更可怕的还不是 这一个两个出现的悲剧 而是这些人回到 中国的城市 他们无所事事 他们有足够的精力 给这个社会添堵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 严达 严达的标志 好像是一些高干的子律 也被抢毙了 包括诸德的孙子 那个时刻在中国出现的混乱 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 以及比我们大一些的人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而且 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权力 那如果说 未来中央威权丧失以后 全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会不会比那个时候还要乱 有的时候 真的不太敢想 但我相信 这一切我们很快就会面对 这正是 我一直不愿意谈的东西 但我觉得 到时候该谈一谈了 哪怕 多谈两次 给大家悄悄警钟 从一个侧面 提醒一下 我相信 也是有一点用处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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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